您的生活 随着台湾人的平均寿命的提高 那我们已经也来进入了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那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族群在室内装修 当然有它的一些特别性跟不同的需求 针对于其他的屋主来说 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到这样一个族群 它需要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其实在安全友善体贴上面是更需要的 针对这样一个族群 我们不能只是提供一个安全体贴友善健康的环境 同时在居家的美学上面也必须同时的坚固 就像这个案子一样 其实我们把收纳做于无形 把这些辅助的安全设计隐藏在所有的 整合在所有的设计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上面所能够提供给屋主 一个美好的居住的生活感受 那同时这样子一个设计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观念上 就是叫做一个预防预行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能够把长者居住的空间 做得友善安全体贴 其实可以减少很多在家里发生的一些意外状况 那透过这样子的状况的减少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让居住者安全健康 一个预防预行的一个概念 我们总是想的比屋主更多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就是 全方位的一个全力健康的安全处则 想欣赏更多张德良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